天热了 今天收拾了一下家里的衣服 发现这几件T恤不能穿了 这个罪魁祸首也不知道是谁 你干嘛呀你 来我给你们展示一下我们家的T恤 养了八只猫的家庭 是什么样的 干嘛 他把衣服带走了 首先看一下这一件 这件衣服是工具员在 在哪买的 英国莎士比亚过去买的记念服 之前他可宝贝这件衣服了 因为他这么硬了 所有莎士比亚写的名著的一个插画 还是很精美的 现在已经看不出来了 但是这个衣服的背面 是非常的酷炫 上面的这些小洞也就算了 但是这个中间 有两个硕大的洞 三个 非常具有后线的艺术感 这是第一件 他不让我拿 这好像就是我们一直没有扔这些衣服的原因 来看第二件 这是一件 哎呀你让不让我拿 这一件衣服 从正面看 没什么问题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衣服的背面 这个衣服的背面 有一个非常好看的爱心 这是谁看的呢 我觉得可能就是乳迷了 狗产 救你 说不定 来我们来看第三件 第三件这个衣服 我觉得这个衣服非常的酷 因为它是一个 比老鼠的骷髅头 这个挺好看的正面 然后 当然它的这个肩膀这边 有这个镂空 这个设计的也非常的好 你看两边的肩膀 然后这个 这个背面 看到我这些肩膀都断了 这个背面 是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具有设计感的小洞 你看 连成一片 多么的漂亮 我跟你说这个衣服当时 就不知道是怎么穿在人上的 被困成这个样子的 我感觉那个人的背影是 血肉模糊了 已经挺无法腹了已经 那个人是谁呢 我不知道啊 你也穿我也穿 对这个衣服我们都穿 这个是第三件 来看一下这儿 第四件 哦这件衣服 这件衣服我觉得超级可爱 因为它是 这个 这个颜色很好看 但是呢 哈哈哈 这个衣服 这个衣服 它的硬化 我已经说不出话 就是 这个穿了之后呢 就非常的暴露 因为它是前面 抠了洞 它它这个衣服的背面还挺好的 你看抱抱 你就知道你的衣服为什么会坏了 你看 是不是逮个正着吗 直接就上嘴咬了就 你在干嘛 你在哪 它刚才咬衣服的下板 每一件咬一咬扣一扣 我去 你是个订书机呢 回来回来 然后这件衣服 哎 这件衣服我其实挺喜欢的 可惜了 然后最后一件 哦这个衣服 是 这个衣服 它的材质特别好 就是有一种棉麻的感觉 特别的舒服 但是你看这个 这个领子 已经拿不起来了 衣服还反过来了 我们把它翻过来看一下 这个正面也挺好看的 其实就是质感都挺好的T恤 可惜了 哦这个衣服 这个衣服的正面 正面没什么问题 你看两边对称的 有设计感的小小镂空 哎这个前面 前面也还好 只是只有一些些 一些些小洞 就是这个后面是 我 这密集恐惧症都要犯了我 这后面怎么会这样呢 感觉像很多眼睛一样 啊 疏松透气 这夏天穿了一定很凉快 这衣服留着吧 什么意思啊 啊 这是你干的吧 还得过来守护你的成果了是吗 凶手估计不止一个 这么多衣服 连一只猫可能也搞不成 是不是你 欧巴 是你吧 胖胖 你弄了没有 告诉我 你有没有干 还有你 你肯定也是个帮凶 你看起来就不像什么好东西 哦 抓了个正着 逗逗 干什么呢 你干嘛呢 完蛋了 我的皮凳子上 有个鬼 奖胶这个猫 说不好 他摇头了 他说不是他干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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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我